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床旗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将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25年前 历史四年拍摄制作的84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在中央电视台正式首播 引发一万观众的热气关注 25年弹指挥剑 当年在剧中饰演叱咤风云 英雄豪杰的演员有哪些变化 主创团队有哪些此情可待 成追忆的精彩幕后 本期中国文艺周末版向经典致敬 将邀请九四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组人员 25年再聚首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中国文艺周末版》 《享经典致敬节目》 我是山大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技术 不是手法 是机器 诸葛亮在全三国里边谁都不怕 就怕司马懿一个 我每天给马买五块钱的甘蔗 这么一大堆 马吃甘蔗吃得好啊 演员真正的价值在哪 就是你塑造的角色 我们能留给观众的就是角色 我坚持一条 诸葛亮 非国强也不可 自董卓造逆以来 豪杰并起跨州联军者不可深属 拍摄《三国演义》是一件不光荣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经典是通过奋斗出来的 我特别要感谢《三国剧组》 在这里呢 也感谢我们《三国演义剧组》的所有的群英们 此生能够拍经典 自豪胜过拿片酬 更喜进入新时代 老了赶上好时刻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导演张忠一 庞统的扮演者金书贵 以及赵云的扮演者杨帆 掌声有请小蕊 上 既生鱼 何生亮 天狱不取 人负何为 宗星万里 宗星八幡 宗星八广 由丞相所传连 定将四个招困死铁路山 言为神得诸葛古云之法 大将军皆旨 倘若就此受兵 母侯一治 岂不成炮影 身后无主 又将何为 我有一计 可是汗是幽而复明 诸葛世世秀无恩 既日一死一报谢地 可思熟后 此间乐不作熟也 看过资料说您 进入三国剧组拍戏 您说这是一次对您的考试 您这个答卷 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啊 75分吧 这个分数还有零有整的 为什么呀 那个 因为当初我也算是个 年轻的导演吧 经历不太长 况且以前也不是科班出身 我是学文学出身 几年的经历 因为最早拍了 格萨尔王 后来被中央电视台 戒掉过来拍三国演艺 谦虚点说吧 75分 应该是呀 那咱还是说一说吧 其中哪场戏 让您印象深刻 或者说有没有 哪场戏您觉得拍的 还有点遗憾呢 扣掉那25分的部分 诸葛亮吊销这一集戏当中 在灵堂外的一场戏 给我留下烙印 还是比较深 当初呢 原剧本呢 是在纸前飞舞当中 诸葛亮呼喊着 弓箭慢走 我来也 然后密谋了一夜的东吴大将们 就准备杀掉诸葛亮 然后拔出剑来 刺向诸葛亮的时候 赵云来了 从背后挥剑把剑打掉 这个戏呢 原来按原剧本 到这就结束了 矛盾的兵点结束了 就是鲁肃从上面走下来 说主公有令 请孔明先生进殿 原来这种剧本呢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的 从古希腊开始 可能写这一类的戏呢 都这样 在矛盾焦点解决不了的时候 常常神仙出现了 说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这个路子 虽然是鲁肃出来 也是通过外力 把这个矛盾节点打破 那拍到这的时候呢 因为案头已经做了 我们基本上案头 比较严格在拍 那唐国强就跟我得过了一句 老中医啊 这这这这这戏 不带劲 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 我最好应该把这个剑 拾起来 还给东吴的将来 就这一个主意 演员的一个主意 脑袋里如电光石火 太好了 来 照这个拍 那么我们接下来 补拍的这些戏 就是诸葛亮 把赵云推开 慢慢捡起剑来 奉上给东吴 那我也跟唐国强说 我国强 头要压低一点 我回头会给你一个中进井 那他把剑缝上去 接一剑子 东吴这几个大将 蹦住了 没想到诸葛亮会把这剑 要给他 然后我说 好 唐国强 现在拍中进井 你慢慢抬起头来 眼睛要含泪 为什么 你有无数的感情要说 我诸葛亮 满怀真诚之心 来平调攻击 你还要杀我 那你杀吧 潜台词是这个 当然有他的气度 有他的大度 有他的真诚 也有一些委屈 就很复杂的感情 那这个剑影拍完 我心里也比较安定 也比较满意 然后东吴将领一看 称谱 哼 把剑拿过来 露宿才出来 那么这个戏 加着一点戏 和前面有什么不同呢 大不同 这个矛盾 是靠诸葛亮的人格 胸怀 情操 大智大勇 打破了东吴的轨迹 完成了政治目的 孙刘来蒙 完成了我们当初设定 诸葛亮调校这个戏 真心平调这四个字 当然这个 我在这说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在现场拍戏 好的桥段 好的段落 常常是演员跟导演之间的 切磋 交流 碰撞 产生出来的 那有时候 可能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一起记得这些事情 今天想 扯远一点啊 我听说 有的现在的演员 已经不被台词了 上去说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了 更有甚至 不到现场拍戏 在大棚里挂块绿布抠图了 我有点大祸不解 我觉得这种东西 能够做好作品 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这个情况 我没有遇到 如果我今天遇到了 我可能会弱弱地说一句 滚蛋 这都为什么说弱弱地呢 因为现在这些东西 常常已经不是我们导演能控制住了 当我们的影视艺术走向市场的时候 是投资方说了算 再说白点 是资本说了算 那我常想起李白衣御师 安能催眉折腰视权贵 写得好 有风骨 有骨性 可是我扪心问一问我自己 我们今天能安能催眉折腰视资本吗 得把那安根拿掉了 催眉折腰视资本 一个导演想要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想要完成自己东西 他得依靠资本的力量 来把这戏干完 那咱那会儿拍三国那会儿呢 那时候没有 你只要说这戏有想法 这王导在大会在 搞 按这搞 咱心里有底呀 导演说了算了 但是是否就此 催眉折腰视资本 我们是否就离 丢掉了我们导演这份骨气呢 我想还有一个下文 这个下文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当走入市场的时候 我们必须依附着资本 来实现我们的艺术梦想 但是有一条 我们今天也要看看资本 究竟想要干什么 投这戏 如果他是为了扯淡 是为了卖狗皮膏呀 是为了糟蹋艺术 那对不起 不需要弱弱的再说了 可以挺起我们导演的兄堂 告诉你 我滚蛋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这份风景 如果能这样的话 我们影视圈 能够稍微的气正风轻一展 我们也能够腾出精力 排一些广大的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作品 是的 比如说真正能够打造精品的 可能需要一种心情 就是耐得住寂寞的 守得住初心的这样一种心情和做法 一部经典除了导演 还有演员 是共同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那我想请两位演员 说一说跟张导合作 比如说金老师 卧龙凤厨当中的凤厨 其实今天我是来跟张导算账的 这账从何起 他欠我账啊 怎么说 那个是这样 我是天津的导演 也是演员 当时是副导演通知我 李法增副导演 通知我来北京视镜头 当时告诉我是 是张松 张松现图的张松 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 我都忘了在哪儿试的 反正穿着张松的服装啊 什么的 然后张导就在旁边看着 眯着那小眼儿来 我学校 大到我眼睛 完了当时他就说 我心想怎么了 这是对我不满意 是吧 我不同意我 哎呀 你演张松可惜了 别换服装 是庞桶 是这么着 就一会儿 换着庞桶的那身衣服 穿上 他在那儿 嗯 有什么盗峰仙谷 我原话忘了 反正是盗峰仙谷之气 可以 是这么定的 当时看了以后 因为庞桶这个人啊 他是个外 外放型的 这个张松啊 他是个内脸型的 用我们现代话说 他有点闷骚 他在这个肚子里 老做文章 这个图现不现 但是当时为什么 看中他 就是他这个眼睛 眼睛很贼的小 这个放的贼光 很外放 当时 哎 这眼睛不错 不内脸 就很锋芒毕露 是 所以当时是看这个眼神 看得挺好 那眼睛还挺不错 我说完你小眼 你非得说我眼睛不错 那这不挺好一事 怎么还算账 你想演张松是吗 不是 因为那阵 我正好有一个 拍了一个短剧 得了飞天奖 我要去深圳领奖 我回来我跟他说 我说你看你害了我了 我说我去了飞天奖领奖 我别的不所谓 我想到深圳 我说我可以到深圳 去转一转呢 对不对 他说 没关系 这事包我身上了 我过两天就到 广州电视台了 你到深圳 那不小菜一碟吗 等着等着 我一定给你办到 我等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我今天晚上回去以后 明天早上我跟你一块上广州 你还这个月 开玩笑 实际上呢 接到这个角色以后 我还是细致地研究了一下 这个庞总的这个角色 因为庞总 级数并不多 但是呢 他在这个 这个戏里边很重 当时我也是琢磨 就是庞总这个人物 怎么去表现他 为什么他会走向一个悲情的人物 自负 怀财 不欲 最后他 要急于表现自己 想立个功 急于求成 所以才导致落凤坡 重见身亡 当然有这点好 有时候他跟演员商量 他说我要拍你一个什么 然后我要拍一个马的 眼睛流血的镜头 然后通过马腿 看到你 去了那个镜头 我说可以啊 都拍了 拍了 最后我都要卸妆了 不行不行 还有镜头呢 我得躺那儿 闭上眼 半正着眼嘛 就是那个 然后躺那儿 那是那个夏天 野三婆 夏天 马营特别多 那马咬的那个马呀 它烂蹦 那个马铁 砰 这一下子 这一弹 我说 砰 砰 哎呦 我就起来 人说坏了 庞总活了 你知道吗 实际是什么呢 当时啊 当时这手 马上就肿了 肿成老高的 你知道 当时他们都吓坏了 你知道 那最后这个戏 还接着拍了吗 最万幸的是 就一个镜头 就这最后一个镜头了 是 我呢 当时是汪瑞啊 什么 他们都吓坏了 开车 领着 我等你到医院 看检查检查 骨头没事 有没有 当时一看 哎 骨头还没事 因为它那个马是弹 它没落实 它要是落实了 那铁巴掌 我估计完的手就 够呛了 谢谢您的回忆 讲这些故事 我们还真没想到 我们回头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落凤坡这个镜头 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 可能看到那个 就马上的最后那个 因为拍完了 他不喊停 那马当 就这么一下子 这还是来算账 这个戏呢 因为当时也是加厉点戏 就觉得 凤厨 这个死 它应该是个 具有大的悲剧意韵的东西 现场拍摄和我们做的 暗头呢 就老感觉这个悲剧意韵呢 没提起来 到接最后一场戏 刘备痛哭 零番升起来 全体文臣武将们跪地哭 老觉得这个戏铺垫的不够 当初是后边这戏 等于是给他加了一点戏 就是就用了白马做的文章 就是最后他挣扎起身 看了白马 我们给他加了一句才 抚摸那马多好的白马 对 只是我 再也不能跟着主公 争战 就是他壮志未遂 身先死 哭着老人的马脖子 我们接着又拍了一个 马的眼前的特色 就是人马同背 为这个英雄陨落 对 这个背 因为这个背剧意韵 想完我们最后再有一个大的 这个反向运动镜头 一个大俘派山谷里 弥漫着烟雾 士兵死伤的 就是让他这个悲壮 悲剧意韵呢 能够更松展一点 那当初这点戏呢 是因为现场临时觉得 老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不够这个戏 才补这个戏 所以拍的也比较多 那就是唐的 你为了烂动 那马给他卷一脚 就观众的感受是 刘备把白马 因为这个珍惜爱才旁统 才把白马给你骑走 所以这个戏是 还是加了以后是连贯的 观众觉得是 有去有回 有来有往的 对对对对 谢谢您啊 这个手伤现在已经会付了 没多少根 谢谢您的付出 那杨老师 能不能跟我们回应一下 这个您对赵云这个角色的理解 当时我是在辽宁人艺 90年 正在排练场练功的 我的骑马和武术 都是从小练的 当时有三个辅导演 去选演员 我就给他们舞了一段 这个舞虎断门枪 最后才录了相 转年七月份我就来了 来了 就开始定了一个赵云 中途还衍生了一个 公孙赞 其实在辽艺的时候啊 我受那些老艺术家们的影响 林默然老师 和赵凡老师的影响 就是 不管角色大小 你一定要认真做案头工作 这么大一个机会 我在这里 真是感谢王导 感谢大会 感谢三国剧组所有的人 包括感谢 这个《性经典之经》 这个栏目 当时我来这时候呢 我演这个赵云 因为赵云的特点 他没有什么缺点 是个完美的人 最不好演的就是完美的人 我从哪下手呢 我就反复看了两遍这个小说 是谁成就了赵云呢 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勇 不管是结江多斗啊 还是旧房中 还是七进七出旧鹅斗 因为鹅斗成就了他 因为他终成就了他这个勇 我从这块入手 再加上我这个骑马呀 武术啊都 都可以嘛 在那草原上长大 还有一个呢 当时在剧组里边 跟所有的导演呢和老师们 学了很多东西 我来这儿就学习了 包括今天 我是一次精神洗礼 跟这些老师们再次见面 至于我演赵云 我很感恩这个角色 我很感恩剧组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觉得一部戏 能够在您的人生当中 有如此重的分量 也许赵云这个角色 是一个切入口和起点 再次谢谢 谢谢张导 谢谢金老师 谢谢王老师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青年歌手 王凯为我们演唱 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 当阳长致死心丹 随为不禁烂 前世细有缘 永永不寒 世情一提桃软 一马胆将出重围 与 defined 平鹹锤锤是你的金颅 sanction 一切忠棒 线好 闲闲 当阳长致死心丹 此黄 智龙 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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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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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演 摄影都合作过 现在拍戏 跟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不一样了 我们找不到朋友了 现在拍戏 你没有朋友了 跟他们没法谈 聊不到一块 所以我们一起之下 不拍了 我们就干纪录片去 我后来做纪录片导演 所以说今天 为什么能够到这个地方呢 我就觉得三国 对我的恩典太大了 真的 我是回族 我们宁夏日报的头版头条 民族英雄红宇宙 我的妈呀 就演完周语 这多大的恩典呢 所以我就说 得感谢三国演义 我就怎么说呢 真的他们是一帮伟大的人 一个个都伟大 不管任何一个人 有一帮伟大的人 创造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而且我也演过很多古装戏 但是这个古装戏 那是真是典范 你们中央台也曾经让我 有一个节目 也不叫什么节目 就是跟新版的什么 这个演员要PK 我说不是不来参加你们的节目 我说真的 我们不能来 因为没法跟我们比 我们吃的什么苦 我们当年那种奋斗精神 没有他们 就为了一个角色 真的 所以就说 真的应该想经典致敬 向这些老艺术家们 向这些导演们致敬 谢谢你们 给了我这个机会 谢谢 您不仅是家乡的荣光 您也是很多观众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 心中的那个水军大都督的形象 谢谢 谢谢您 那赵岳老师 跟我们回忆一下 孙上香 今天吧 我真的是 我可能是 到场演织人员里头 我应该是最小的一个 我觉得我今天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激动 我诚慌诚恐 因为我能够有幸 参加《三国》 真的是要感谢蔡导 感谢蔡小卿导演 因为从我出道 从我从电影学院毕业 完了我回国的三个戏 我的三个第一 都是蔡导给我的 我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 《错多岁月》 选演员 那真的是聚集了 很多当时的明星 我是一个高中生 在这么多演员里头 他定下了我 一步蹉跎岁月 可以说是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蔡导的那个家教 也是就是从电影学 出来之后拍的 之后呢 我又去了美国去留学 完了有两年 没有拍过戏 没有就是任何的 跟这个影视界有接触 蔡导说你能回来吗 我说能回来 回来演了这个孙上香 我真的觉得是 失而复得 完了之后 我那种内心的那种激动 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 你到了国外没有人认可你 没有人让你来演戏 你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说我就觉得 真的是失而复得 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让我又重新做到了 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演艺事业 我到现在还记得 蔡导跟我说的 你不要去演戏 你去感觉 你去体验 你体验到了 你表达出来的才是真实的 他说 所以我就一路走过来 我就永远记住这个 所以到孙上香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的吗 但是那是千年以前的人 因为我没有演过古装戏 真的是第一次 完了之后呢 就大踏步地再走 他说不对 你不能这么走路 你穿着这样的裙子 那个年代 女人要小一点的步伐 就一点一滴地 她在告诫我 我记得就是有一场戏 就是回荆州 大兵追过来了 我们再马上 我说刘 那个我去来跟他们去讲 刘备你坐在这 这场戏呢 我就记得 我当时就是 在马上 好多动作不是那么的 就是熟练 我觉得特别不满意 拍完了 我心里头非常的纠结 我就跟蔡导去聊 跟蔡导去讲 因为在那个时候 又要牵扯到 很多的人 要来补这个镜头 但是蔡导 补了这个镜头 真的是要谢谢 谢谢蔡导 谢谢王导 谢谢中央电影台 有这么好的细节 你为我参与了 是 导演的选择 演员的付出 成就了一个 虽然所战 级数不多 但是仍然为大家 所记住的那样一个角色 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 再次看一看 三国演艺当中的精彩画面 来 陈 愿为主公 决一血战 万死不死 我出世心 非不死 离 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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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家为平生 为平生喜 无天罪 无家无喜法光阴 斗氏而等 离间我兄妹不睦 我已嫁与皇叔 今日归去又不是与人私奔 我是奉母亲之命返回荆州探望 便是我兄长亲自前来也许一礼而行 而等手执兵器携众追赶 难道想要杀我不成 《三国演义》呢 具体了很多的研究三国的专家 他们对这个小说呢 就是抱着一种保护的态度 就是说你尽量的不能动 《周瑜之死》呢 在《三国小说》里呢 就很快就死了 半夜指都不到就死了 所以讨论我这稿子的时候 当时场面非常的紧张 就是争起来了 争得很愉快 因为《周瑜之死》 我写了大概有半场戏 写他死之前的那种心理活动 还有一些感人的东西 结果专家们就说 这不行 这个周瑜是猝死 不能那么长时间 但是这个就是 王导我非常感谢王导 王导他就是 你只要是细写的好 他就支持你 最后还是保留下来 在原著的基础上 要有些发挥 否则你就变成一个工匠 是把这个变成这样 搬过来就完了 应该看到你改编里头 也有你的理解 也有你的独创 因为这个刘树生先生 这个改编呢 我认为是合理的 观众能接受的 从人物来讲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保留 孔老师 向经典致敬 如果你糟蹋了经典 你没资格向经典致敬 这是我的一个感触 三观演艺电视剧 有资格向三观演艺小说 这个经典致敬 因为他排得非常成熟 非常成功 这个成功原因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跟六位编剧 当然也跟总导演 对电视剧剧本的重视 有极大的关系 王导部一再说 剧本是一剧之本 在三观演艺这部电视剧当中 得到了十分认真的贯测 一是这六位编剧的选择 当时这六位作者 都有成熟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 我认为他们是 电视剧的 顶尖编剧之一 他们都配这个评价 第一道工序就是研讨会 是吧 他们要开笔之前 又开过研讨会 这是第二部 六位作者下面就写了 一人十几集 然后从第一位作者开始 先交来两部 开一个十几个人的 二十来个人的研讨 作者本人 六位导演 六位制片 也包括那个 后来作为剧本餐订啊 讨论了一次 当那意见提的很尖锐的 一点不留情 他们修改完以后 最后一道工序 这是一般电视剧都没有的 我们四个人 把他们那个八十四集的剧本 从头到尾 一个字不落地看一遍 改一遍 改到就我个人而言啊 每个礼拜都送几集来 开始很认真 八十四集是很漫长的一个工程 改到后来啊 只想逃跑 就想躲开躲几天 满脑子全是三国演绎 你都要看得仔细 是 该改的必须得改 是 最后呢 八个月 八个月 二三十个人 就这么古度这个剧本 得多少时间多少钱啊 我为什么一开始说 三国演绎电视剧是经典的 它好多方面 就说抓本子这一点 这个经典 前无古人 后有没有来者 我不敢说 但是近几年恐怕不会有来者 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来者 希望能有来者 您说呢 要不然未来的观众就很可怜了 对 电视剧三国演绎当中 很多经典的这样一些桥段 都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所呈现的 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呢 是落派京韵大鼓的传人张希文 来用京韵大鼓给我们阐释一段华容道 我们掌声有请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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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碧耀贬 那草草淘楼 鸿鸣派兵 前去荒草 把隔入的冰箱 全派到 那关公在掌相 周北上 本尊是这样的军部 不出派目 这是明明啤啤的 大关老乔 公明说啊 二将军 别看你能争观战 大马好好 就我瞧 你不能够前去荡草 关公文庭 我望生猫 军师说话太轻薄 我今天我把草草放了 这乡上的人头 当军兵教 此一句我若是 把草草拿到 问军师 你用何物 他能交通 明明说当真一句草草草拿到 我军中的这国阴 我让你支票 他人哪里想要 军兵的作法 军兵的作法 主个两身手 把令建筹 我命里把手 在花荣道 立志高 太棒了 火焰烧 关公文庭 哈啥笑 军师 不该跟某家 世上的这一招 不来定计 怕人家知晓 却为火焦点火焰 听火箭草 明明活活 说不得 军中这个阴暗 来开来 爱算我输了 放着西洋 上帝人头 快当春一家 在我们的剧中 在我们的台前 在我们的幕后 有一些艺术家 他们曾经为三国演艺耕耘过 但是他们现在 已经离开了我们 在今天这样一个 相聚的时刻 我们也不能忘记 中文静 未经许 甚至 准备 批路 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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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短片也让大家想起了很多昔日合作过的伙伴 今天我们的聚会在这里也接近尾声 那最后我们就想请台下的两位孟老师和王导 我觉得在这里说剧不如说祝福不如说期望 毕竟是剧组家庭的团聚嘛 有什么话要送给家人的呢 最后说两句话 向罗冠中致敬 向全体演织员致敬 谢谢这个节目的主办者 我理解这个像经典致敬有两层含义 一是像小说三国演义致敬 它是小说的经典 第二呢是像电视剧三国演义致敬 因为电视剧三国演义也是电视剧的经典 谢谢 谢谢孟老师 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精彩的节目要送给大家 他们用声音陪伴着观众一起了解电视剧 一起用声音让我们感受到那个人物在和大家说话 话说天下大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春秋之际 五霸争雄 战国之时 七雄并立 纷争战乱五百余年 最终统一于情 东汉末年 外戚专权 宦官干政 一场空前的大动乱 又在中国的大地上 开始了 叹是莫咒 卓俊渔夫 久闻先生大名 如雷贯耳 两次敬业 不得已见 南洋野人 疏懒成性 吕蒙将军网林不胜惨贵 将军欲成霸业 北方曹操占天时 难让孙权占地利 将军可占人和 先去荆州为家 后急去西川建立基业 以成顶足之士 然后 磕图中原 先生之言 茅塞洞开 是被如波云雾而见青天 现在未出茅庐 已知三分天下 朕万古之人所不能及也 被 虽名为德伯 愿先生不弃彼剑 出山相处 被当 恭听教诲 令 愿孝全马之劳 孙权贼子 岂能与我兄 汉中王相提并论 我乃谢良一介武夫 门我主汉中王 兄弟相待 桃圆结义三十余年 情投手足 从不相宜 汉中王 为我已大任 义重如山 我堂堂 我与孙权军一死战 我与孙权军一死战 如此会弹奥 如此会弹奏我的长河银 两对恭敬之绝唱 明心倾慕 故不惜重金求之 两个词曲 爱不释手 时时弹拨 常为曲中 所蕴含之深意 感慨不已 大英雄壮志难愁 岂不令人悲畅 都督乃一代豪杰 英姿勃发 气欲盖世 可惜 智者千律 亦有诗也 两以为 自赤壁后 而今 三国顶足之事已成 然未强 而孙刘皆弱 一属时 若两家联手 共激曹魏 或许可成一统大业 仅强魏在北 将场未尽 孤独 却不顾东吴自身之安危 擅自兴兵 与我主相拼 岂不知 曹操赤壁兵败 时刻思念 学耻报仇 独独 明智之事 行事 万万殊丝 孔明 我只辱 素能巧言善辩 事才所言 我岂能不知 然而 你与刘备 拒我东吴周郡 强计不还 莫非 与人联盟 就可以如此 豪夺诈取吗 我既为东吴之臣 便为屋主谋事 今日 贫血性命不要 也要鱼辱 决一刺凶 人言我 与孔明相争 水火不容 谁知 他竟能身解我 长河银之寓意 各有其志 各为其主 又岂能不争 又岂能不争 只是 只是他 每争 必高我一筹 人力乎 天义乎 寄生鱼 何生量 寄生鱼 何生量 静安十五年 公元二一零年春 东吴大都督周瑜 并故于八丘 向年 近三十六岁 向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 是九四版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绎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聆听致敬词 一部大戏 说尽长江滚滚 誓水向东 八十四季 戏分天下豪杰 宁臣英雄 四年断一剑 历尽艰辛 欲辱忠于城 三国归一统 风云际会 离合纵观情 尊重援助 为经典平天生动 创造惊奇 给未来留下见证 心会红篇 自有浑然天成 着久相逢 无数鲜活 面孔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九四版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绎 朋友们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每一位 为我们塑造经典的人 送给电视主题 是为了每一位功臣 同时我们要用掌声 请问孟范树老师 请让我们中国文艺 向经典致敬的 推荐印象 给同时我们请问 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 向九四版的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直径 我想说 这部经典的成功 如果说原著 是它肥沃的土壤的话 那为我们播种 扎根 开发结果的 就是为我们呈现 这部电视剧的 台前幕后的 每一个人 我们希望 每一个年份的节点 三国人都能够 再举手 再续 这英雄豪杰的友情 也同时感谢各位老师 能够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 当然我们要感谢 现场的 还有电视剧前 每一位观众 我们的守候 我们下期 中国文艺周末版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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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